美女给我买好饭的成功和孙夜金 郑海英的职业生涯 五年前电影给我买顿好吃的上映以来 主演孙艺珍 正好 李周应和魏夏俊都在演艺事业中取得了很多成功 孙艺珍是该电影的主角 他出演了许多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如生死谈判降落伞旁边和39岁的女人 她也是韩国罕见的获得三大影后的美女 而正好则在电影中首次担任男主角 随后出演了许多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如《我丈夫的情人》 《一起春天》和《地皮》 李周应在电影中担任了配角 随后出演了许多其他主要角色 如《离太院》 《クラス》和《魔鬼法官》 最后 魏夏俊也在电影中扮演了配角 并出演了许多其他角色 如《罗曼史事额外的李悟》 18岁那年 我们重来一次和婚姻的混乱 《给我买顿好吃的》是2018年最热门的电影 为参演的演员们带来了很多成功 其中 孙艺珍和郑好的表演 受到了观众和专业人士的赞扬 在电影降落伞旁边取得成功后 孙艺珍和玄斌公开了恋情 并于2022年3月结婚 这引起了公众对《给我买顿好吃的》 和其中的演员的关注 最近 孙艺珍通过广告和拍摄活动重返工作 她正在重返自己的职业生涯 并继续获得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总结一下 《给我买好饭的美女》不仅为参演演员带来了成功 还为韩国电影史创造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这部电影以独特的情节 幽默和深刻的感情获得了观众和专业人士的好评 特别是孙艺珍和郑海利的角色得到了高度评价 并成为娱乐界的现象 这对情侣为观众带来了感人和富有意义的时刻 在《给我买好饭的美女》的成功之后 演员们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特别是孙艺珍和郑海利的事业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成为韩国娱乐界的顶尖明星 关于孙艺珍的最新消息 她的粉丝们都在期待着她的下一部电影作品 与此同时《给我买好饭的美女》仍然是留下深刻印象的电影之一 在近年来成为韩国电影中值得一看的作品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